狗咬伤案例 伤口用姜粉 生姜素热能不够 不要包伤口 制工帮助处理伤口 红豆袋温敷 温姜泥敷伤口 姜泥上再盖红豆袋 持续温敷30分钟 重症姜汤400cc一大杯 正视伤口的严重性 开始以照顾重症患者的方式处理 并记录伤口变化 伤口处理 每日早晚各一次 伤口处理 温姜汤清洗伤口 以温姜泥放在纱布上包起来后 敷在伤口上 外面包上毛巾 再以红豆袋包在外面 持续温敷一小时 伤口上涂姜粉 再以纱布覆盖 曾试过持续整日 以暖暖包温敷伤口 局部热敷不舒服 按推 上背部及臀部 尽量早晚各一次 姜汤 60克干浆浓间 2000cc 600cc 饮食 不吃水果及冷饮 但无法完全净含量啊 运动 因伤口在小腿 暂无继续运动 休息 因早晚要温敷 睡眠减少 仅剩6小时一天 密集至基金会 观察伤口 因伤口状况未改善 连续两天至基金会 协助处理伤口 6月10号 伤口开始有恶臭分泌物 6月11号 伤口黑夹皮覆盖 至基金会处理方式 先将伤口上 五杆的黑夹皮轻创 上下红豆袋加工 姜泥温敷面积增加 姜泥上红豆袋 持续温敷30分钟 浓姜汤400cc一大杯 回家后继续加强热能补充 伤口处理再增加为 早中晚各一次 温姜泥敷伤口 再以电热毯包在外面 持续温敷 尽量持续一小时 曾试过全小腿包姜泥温敷 太热受不了 姜汤浓度增加为 干姜120克 开始恢复运动 每天爬楼梯16楼一次 每周两次慢跑5公里 假日爬山 经过星期日的充分休息 及整天的温敷 6月15号 伤口内部变红 6月16号 伤口开始湿润 伤口渐渐改善 6月19号 伤口周边黑颊 渐渐减少 6月29号 伤口开始长肉 伤口已愈合 7月1号 伤口已逐渐愈合 7月29号 伤口已完全愈合 见证的伤痕 9月2号 已胜八痕 9月16号 皮肤表面已恢复 前后比对 前后107天 第一天 第107天 总结 若再来一次 当下处理伤口 伤口以温浆水清洗后 温浆泥加红豆袋 持续温敷 每天至少两次 每次一小时以上 伤口上撒姜粉 尽可能不要包覆伤口 每天两次全身 按推原始点 全身温敷 喝姜汤 浓度是当时状况 充分地休息 若体能足够 要继续运动 夜深人静时 那只凶手现身了 但为了保护他狗身的安全 只呈现背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